男生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160级升级需要月料的资源 困难英雄的本来呢,星剑也来了,末盘也来了 好了,在升完159级的时候 大家应该会比较期待160级的时候 160级事情特别多 首先他要打星剑,他要打困难跟英雄的挑战画本 并且开末盘了 在陆服的版本当时160级才开临世 我已经提前享受了 所以下面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升级需要月料的资源吗 首先我们还是来讲一下打造的部分 因为我今天没有切陆服,现在还看不到最新的打造 我们的打造是可以打造的部分来到护腕 护腕跟腰带 那两件都可以同时打造 然后提升的功力是1275点需要的 进攻材料是160个 这边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就没有切也没有切也没有显示就看不到了 我学的部分呢就是从160级升到79升到80级提供的功力是95点 这个资源应该大家都很充足啊 那来到帮共的部分呢 在160级需要的帮共就会有点多 大家来注意看一下 160级首先是我们的天气系统 天气系统是非常非常非常吃帮共的一个系统 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那么吃哦 这边天气系统一个需要的帮共是85,494 我现在开了我的口袋 哦我有19万然后到升级的时候 勉勉强强勉勉强强 这个需要85,494 这边提升的功力是600点 好的我们的顶级思维技能呢 也剩了两级需要4.5万的帮共哦 这边就需要13万提升功力51点 这么多帮共才这么点 真是要命 好那我们的金麦的部分呢 在160级又是充卖了 就是羊翘麦580克绿色的石木 提升功力118点 这边大家要看一下下一个小时升级是162级哦 这个就是5月份的事情哦 5月份听就快来了呀 超酷酷啦 然后神霞的部分呢 我们在160级哦 就是这边预测一下 160级要上一的孤城 你的神霞招募力够吗 这个我们上一个影片有跟大家说过 会有到一夜孤城哦 真的有概率会出啊 如果没有出就算了 有出的话 大家真的要看看自己的身下招募力够不够 因为版本的时间到了 当我166的版本要出白玉京 可是我当时在陆服的时候有提前出 我不太确定台服会不会提前出 你还是要做有所准备 而不是等到他出再来准备啊 就是你要招募的话 现在陆服招募一周可以招60次 然后一会儿给一颗那个承受的单 现在我们还是30次 我们会不会改呢 好了伙伴提升部分呢 神霞招募力一共需要的蓝色的相应 行度是847本 紫色的是170本 提升的功力是320点 请问我的销售什么时候可以二星啊 就是不给我 死米给我其他的 气死我了 好了在陈星柱的部分呢 在160几件部分 我们需要胜负令 是帮迁五的胜负令 我来看一下 然后开的是头饰 这个时候加上一下我们的五级的 这个陈星柱 一共您提升的功力 这边在49点 好少啊 怎么那么少 当然这是五级没有极品哦 再加平的话一共大概是187的功力哦 大家自己注意大家天忙哦 天忙的活动上线之后 4月17号 我其实还上人舞幻境 在影片上线之前 应该人舞幻境要出来 因为只上谈并结束 你要记得这件事 天波服又开放了五层 来到了650层 要5480的绑点开放 新的天波服礼盒 又有江湖资料 还有新神尽猜 一箭西来 那当然别忘记了 在我们的这个这里 天波服的某种新式挑战 164时间迎来了 阿暖的最后一只哦 这个其实现在大家的功力要打阿暖 应该都臭臭有余吧 一般的玩家功力 一般白票玩家 因为有领事系统的加持 38 39 这个应该可以过 因为这个89%能过了 如果不能过 我觉得是技术问题 还有包括伙伴的摆啊 包括要取一下鱼啊 还有破空鸣啊 这都要往里面加一下 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哦 那我们的160级重中之中 哎呀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开放说了 160级重中之中 我们只能过来说一下 就是军委的部分了 我这里是没有显示啊 因为我也没有开陆服嘛 那经文的部分呢 这160级开放最后的棋盘末盘 开两个孔啊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白色的 然后163级再开一颗黑色的 165级开了最后一颗白色的 所以大家在置 放这个棋子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 你最后的走向是什么 现在可能有些玩家 没办法放上去就15级 但是如果你可以放15级的话 你要好好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这四颗要怎么放 那像我的话 推荐对杀双活 那角点也是必放的嘛 一般的玩家 另外一个就放个绑点就好了 那我会放 我会放脚长生 脚点眼 跟那个对杀 双活我可能就会放那个 脚边度 我应该会放脚边度 那在一开始 大家都没有的情况下呢 我可能就 就是先放绑点了 因为绑点会不会溢出 当级别的玩家 后面是一定要放新人啊 脚点眼跟新人是必放的 那另外两颗的这个 黑100的部分呢 是破还是拆 还是怎么怎么防 你们好好思考一下 因为在这里 只有二星连柱可以激活 全部的光灵 什么三星的四星都不会激活 所以 其实高级别的玩家 我觉得这边花费比较高的原因 是因为脚点眼跟新人都是要放 因为那是雷公 唯一的来处 这是我说过很多遍了 不用再重复了 然后大家注意啊 末盘是没有红新人的 就是没有加这个10% 就是红新位有加10%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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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盘就是正常的四颗棋子了 然后这个新尾的末盘上完之后 就是最后了 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然后后面就是迎接我们的166版本 就是灵世的下六颗 上六颗你还没有结束啊 灵世的下六颗不远啊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八九不理是会上线 好好存资源吧 好了我是小花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升级的时间是4月17号 星期三 星期三的时候先打一下这个新剑战径 打完之后呢 我们再到星期五的时候 来打一下英雄的浪子套完美 跟困难的浪子套完美 影片都上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简单 几乎是有送的 后面的版本都是走自私 对伤害要求没有很高啦 包括后面166的版本 66的版本也是哦 好了我是小花 今天影片就这样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有什么不知道不明白 想要讨论 或是想要了解更多 更详细的东西的话 可以在我说明当中 找到我的社群链接 加入社群 跟大家一起来沟通交流吧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